48. 澳門日報 兩內地旅行團分別出示20多旅客而食物中毒 2015年7月27日 透明A01本部消息 衛生局昨日接獲鏡湖醫院通報兩宗懷疑集體為搶驗事件報告 事件涉及兩個來自內地的旅行團 懷疑分別與在香港和澳門的共產有關 首宗與港有關據衛生局 民處發出的新聞稿 一宗事件涉及一團來自杭州一行五十人的旅行團 該旅行團自23日起從杭州前往香港 自此一起共餐 於25日下午二時在香港某餐廳進食午餐 食物包括蝦、蟹、花甲、魚等海鮮 該旅行團當晚抵達套門沒有安排共餐 團圓各自晚餐 自昨日凌晨一時起陸續有八人出現腹痛、狗吐 腹射水讓變、頭暈等病 當中五人昨日上午前往鏡湖醫院急診就診 所有病患的病情好轉 無需住院 該旅行團昨日下午離澳 上十八名病例中只有四人爭在澳門一起進食燒烤 此中食麵領領一宗事件涉及一團來自武漢二四人的旅行團 該旅行團自23日起從武漢前往香港 自此一起共餐,25日晚抵達套門 抵抱當晚約十時 團中十九人前往位於羅神富街的好麵線餐廳進食牛腩麵、牛肉麵等 至翌日凌晨二時起 該十九人陸續出現腹痛、狗吐、 腹射水讓變、頭暈等病 其中七人前往鏡湖醫院急診就診 所有病患的病情已好轉 無需住院、同團沒有在該餐廳進餐的另外五名團友並沒有出現病 有關病者飲食細菌性胃腸炎的可能性較大 衛生局以即時將流行病學調查資料通報至民政總署食品安全中心 以便作進一步跟進 民主殖部後派員前往現場進行衛生調查 並抽取食品及環境樣本檢驗 現場衛生環境一般 食品儲存狀況及溫度需改善 食看中心以即時要求負責人員對食品製作的區域及公餐地點採取衛生改善措施 加強食品衛生管理 尤其食品儲存方面必須符合衛生要求 制作人物事業 額責人員 財責人員 財政 財政